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不少传言说这是由拉尼纳导致的 那什么是拉尼纳 有拉尼纳的年份冬天会更冷吗 拉尼纳是指次到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低的一种现象 它与我们常说的阿尔尼罗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那么拉尼纳对我们东亚地区的气候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 对冬天来说它主要是在中高纬度地区 就是冷空气相对会比较活跃一些 这种寒潮天气会经常发生 因为去年从2020年8月到2021年3月 发生了一次中等强度的拉尼纳事件 那么到今年10月又再次进入拉尼纳状态 我们预计在今年冬季会再次形成一次拉尼纳事件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 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可以称为双峰型拉尼纳 那这会不会对气温的影响更大呢 那么从我们目前的分析来看 从秋季开始 这拉尼纳已经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考虑今年冬季的这个气候 将会明显的受到 这第二次拉尼纳的一个显著的影响 使得冷空气相对比较活跃 今年中东部大部气温是一个偏低的特征 偏低摄氏度以上的主要是在我国的北方地区 包括华北 黄淮 西北地区东部等地 那么对南方地区而言呢 主要是以降水偏少为显著特征的 尤其在江南 华南等地呢 降水可能偏少两到五成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 我们发生这种全国性冷冻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小的 但是区域性的冷冻还是时常有发生的 气象专家告诉我们 今年我国冬季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偏低 一摄氏度左右 特别是北方地区会比往年更冷一些 但南方不会那么冷 而且雨雪天还会有所减少 此外 今年冬天气温偏冷 还会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平均气温偏低 它不代表每天气温都会偏低 它会有很明显的天气过程中阶段性变化 从我们的预测来看 在12月份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 是一个正常偏暖的一个特征 那么冷主要是在12月份 在12月份的时候 冷空气会明显的偏强 次数会明显的偏多 气象专家特别提示 在来年的12月份 我国北方地区很可能会频繁出现 冷空气过程 强度较强 而且持续时间也会较长 所以伸出北方的朋友 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 当寒潮来袭时 会带来大风降温 甚至是强雨雪天 会对大家出行 造成不利影响 建议您多关注气象部门 发布的寒潮预警 及时做好防范 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 虽然有拉尼那的冬季 雨雪天会有所减少 但是一旦冷空气来袭 降温幅度往往会非常大 这时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 避免引发感冒 今年是双拉尼那年 因此冬季可能会比往年偏冷一些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家在北方的朋友 冬季要格外地注意防寒保暖 建议您在出行前多多关注 近一到两周的天气预报 这样可以更为准确地了解 时时的天气变化情况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者是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